香港人對日本壽司有情意結 有檔攤之前在維園年宵市場就想到 製作出不單止可以吃 還可以當麥穿的壽司 穿在腳上未必能看到特別的地方 但當麥捲起來的時候 即刻會變成不同口味的壽司 當著之一的余先生就說 這對麥特意加入了香港元素 壽司麥這件事 幾年前日本已經推出過同類型的產品 但我們很奇怪為何會這麼久 都未開始普及 或者大家的人都不會買不會穿 所以我們就借助這個概念 嘗試將一些香港設計的元素 或者大家的想法 嘗試放進去 將設計改良 將元素放進去 就設計成一個新的貨品 我們就在這個年宵市場買 這款來自日本壽司麥 在日本有註冊商標 德國余先生就說 在香港暫時未有註冊商標 其實以我們所知 壽司麥這個產品 其實在日本就有註冊商標 但在香港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也不是 例如說完全將這件事 完全照樣抄過來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的設計 那個商品其實都會有一些不足 例如可能它在實用上未必那麼好 它的圖案在墨頭上 而不是在腳掌上 所以在實用性方面 或者在設計方面 我們也嘗試去改良 去擁有一個這麼有趣的產品 場裏面雖然有不少是港式創意商品 但是都有不少是涉及侵權的商品 例如戴有歌詞的毛巾 可樂觀造型的攬枕等等 本網記者曾經想向那些攤位採訪 但是就被拒絕 我也很欣賞他們的想法 他們可能的字句會不同 或者他們想表達的東西都不同 我覺得這件事其實是一個創作 是一個設計 並不是說完全100%照得 我覺得這樣的話 可能大家都未必很清晰 知識產權這個問題 始終在香港都未是很留下 或者大家都非常清晰 究竟怎樣為之是侵權還是怎樣 余先生又說 年輕人的創意不應該就這樣就被抹殺 但希望相關的資訊可以多些 讓大家分辨知道怎樣才叫侵權 同時亦能令創意發揮得更好